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李卓人及何俊仁等10名民主派人士 被指在2019年12月1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因為他們早前已認罪 5月28日上午由法官胡雅民進行宣判 10人被判囚14至18個月 當中只有善重佳、蔡耀昌獲得緩刑 據《香港立場新聞》在28日報道 法官胡雅民在當日上午就2019年的12月1日集結案進行宣判 其中陳浩煥、李卓人、梁國雄及何俊仁等4人均判囚18個月 黎智英、何修蘭、楊森、吳文婉等4人被判囚12個月 善重佳和蔡耀昌則獲得緩刑 由於部分被告早前已在818、831案被判刑 因此他們的總刑期從14個月至22個月不等 港大法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提出質疑 法官在此案件採用的量刑準則可能違背了終審法院的判例 法官胡雅民將上訴庭有關非法集結罪的判案準則 用於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判決 張達明表示兩項控罪性質不同 採用同一準則判刑是否恰當 是另一個法律爭議 相信要留待更高的法院去釐清 如果被告上訴的話 這個將會是法庭上爭辯的焦點之一 而大律師蘇俊文表示 本案的量刑起點定得非常高 令人感到驚訝 他又留意到最近幾乎任何罪行的判決 法官都會提到要考慮2019年的社會狀況 一刀切越判越重 擔心會令外界憂慮《基本法》下的遊行和示威權利 不再受到保障 網民則表示法庭成為獨裁的幫兇